你好 我是李挪娅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这个离谱又狠心的母亲 我还有一个32岁的妈妈 不但把11岁的儿子独留在家 她还用胶带把儿子的双腿双手绑在椅子上 还用胶带封住儿子的嘴巴 让他无法呼叫 她将儿子绑在地下室之后 竟然带着她的小女儿外出 到YMCA游泳去了 小男孩的奶奶到家中探视 发现孙子竟然一个人孤零零的被绑在地下室 动弹不得 冷得浑身发抖 立刻报警 警方赶到拍照存证 并且出动到YMCA逮人 果然发现这个母亲还悠哉的 带着小女儿在YMCA的户外泳池游泳 新闻曝光之后 许多网友到这名母亲的脸书 网页上留言 痛骂她不配当一个母亲 从她上传到脸书的相片也可以看出 这名母亲明显比较偏爱小女儿 警方发现小男孩之前就曾经被母亲拿铁锤殴打 这起把儿子绑在家 带女儿外出游泳的事件 让警方决定深入调查小男孩先前受虐的情形 这名母亲被法官裁定以1万美元交保后传 警方也要求法官预令 这名母亲在事件调查期间 不准和两个孩子有任何接触 另外一起争议话题 New Jersey一所高中有两名男学生 在拿到最新出版的毕业纪念册之后发现 出版商把他们的衣服上有关川普的文字 都用修图软体修掉了 一名男学生的家长说他们的儿子非常热衷这次的总统大选 所以去年秋天决定穿着印有川普的名字 还有川普在总统大选时的竞选口号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T-shirt拍学生照 但是yearbook出版商却把所有川普的相关文字都修掉了 只剩下一件全黑的T-shirt 男学生的家长不满的说 孩子决定穿印有川普姓名和口号的衣服是言论自由 要求校方重新列印毕业纪念册 还原孩子T-shirt上的文字 校方表示 学校鼓励学生参与民主政治 学校校规并没有禁止学生穿着具有政治色彩或政治立场的衣服 毕业纪念册中 学生衣服上的政治语言被出版商修掉 校方事前并不知情 学校将会进一步调查再做决定 学生家长则是要求要和校长出版社三方直接对话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